基本上第一点 我们必须要在术前跟医生好好的沟通 我们所想要的一个胡子的形态 第二点还有我们胡子的自然的一些胡流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生长的一些方式 这必须要在术前跟医生好好的一些沟通 接下来我们也必须了解到 刚我们刚种上去的大概前两个星期 还是会看到一些小小的一些伤口 今天如果有一些重要的场合 这些等等的修复期没有办法太长的 这些还是必须要跟医生好好的安排这个时间 让自己的修复期能够充分的得到休息 接下来就是说之后我们要做刮鬍子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刀片的一些选择 什么时候能够做刮鬍子 基本上刚种上去的大概前一个月 我们都不适合做一些刮鬍子的动作 是可以拿剪刀做一定的修剪 但是不要做直接接触到皮肤的这种硬的刮鬍的一些动作 让它在里面能够更加的稳固 还有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 其实都跟一般一样了 其实并不是说它是因为是种上去的毛囊 基本上还是在头一个月的时候 需要比较小心翼翼的呵护 基本上之后就跟一般日常的正常的生活一样 健康的饮食习惯 好好的充足的睡眠等等的压力的一些平衡 这些都可以帮助更好的一些鬍子的 一些种上去的鬍子的生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